大家好,这里是LinuxCast的专题课程 那么这节课是Circle语言的第一课 那么在这节课当中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Circle语言的一些基础知识 包括Circle语言的一些分类和一些基本概念 OK,那么Circle我们叫做结构化查询 那么叫做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那么SQL,Circle实际上就是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的一个缩写 那么每一个字母的一个 每个单词的首字母SQL 那么Circle语言是设计专门用来去访问操作数据库的一个 NC的一个标准语言 那么它本身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东西 那么并且是我们在去管理使用数据库的时候 必须要学习的一个语言 那么因为我们几乎现在所有的关系型数据库 包括MySQL,包括Access,DB2,Informix,SQL Server,Oracle,CBS等等 我们市面上见到的这个页线里面用的比较多的这些关系型数据库 包括一些非关系型数据库 那么都使用Circle语言进行查询管理 以及日常的一些操作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学习Circle语言是这个学习数据库的这个第一课 或者说是最主要的一个基础知识 OK 那么Circle语言到底能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Circle语言是用来管理我们数据库 管理使用维护我们数据库所使用的最主要的语言 所以说几乎我们数据库的这个相关的所有操作 都是使用Circle语言 比如说对数据库进行一些这个执行查询 从数据库当中取回一些数据 插入一些数据 更新一些数据 删除 包括对数据库本身进行一些操作 那么都是使用Circle语句去完成的 那么我们后面也会发现 我们对数据库 包括对数据库程序本身的一些这个操作管理 那么现在的数据库也基本上设计的都是用Circle语言来完成的 那么Circle本身它虽然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一个NSI的一个标准 那么我们说标准它应该就是通用的 是通用的 但是的话却存在着很多不同的Circle语言版本 不同版本的Circle语言 那么因为本身Circle是一个NSI的一个标准 所以说即使有不同版本的Circle语言 那么这些语言它的一些基础的东西是相通的 比如说我们标准里面所规定的一些主要的关键字 主要的语法 那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我们学了Circle语后 那么这些标准化的Circle语言 我们在MySQL里面可以去用 在Oracle里面也可以去用 在微软的Circle server里面也可以去用 那么一些基础的语法 在不同的这些数据库里面使用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它毕竟本身是一个NSI的一个标准 但是因为每一个数据库软件 它都有自己的一些私有特性 那么MySQL有一些私有特性 Oracle就有更多的私有特性在里头 那么这些特性可能是每个厂商 它的一些专有的一些机制 专有一些技术 那么为了去方便我们管理操作 它也将这些私有的一些技术 它的使用管理都使用这种Circle的形式来去实现 所以说对于不同的厂商 那么都有一些私有的这个Circle语言的一些语法 包括一些功能 那么所以说大多数的Circle数据库程序 都拥有自己的一个扩展 那么相当于一个在我们标准的Circle语言上的一些扩展 那么主要针对于它自身的一些特殊功能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学习 只学习我们这个通用的这些Circle语法 那么具体每一个数据库的一些私有技术 那么必须要在这个数据库这个本身的这些文档当中 或者说我们再去讲到某个数据库 比如说Oracle的时候 我们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讲解 我们在这里先去学习基础的这个Circle语言 那么数据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 都是以表格形式保存的 这个当然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那么我们使用Circle最多的可能就是去操作 不管说是抓取数据也好 还是修改数据也好 还是包括创建表格本身 那么对我们数据库的操作 都是使用Circle语言去完成的 那么一个典型的Circle语言 我们这里给大家写了 select信号fromlc course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做lc course的一个表格 实际上就是linux test course 那么这个表格里面保存了我们 这个linux test的一些课程信息 比如说这里有课程的名字 课程的时间 哪个老师讲的课程的目录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使用Circle语句 去从这个表格当中去获取数据 比如说select信号fromlc course 就是从这个表格里面获取所有的数据 我们可以给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我们登录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系统里面 登录到我们的终端里面 那么使用我们这个之前创建的这个数据库 然后我们当前是有一个叫做lc course的一个表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去使用Circle语句 那么去从我们这个lc下滑线 course里面去获取一些数据 可以看到读取到的一些信息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使用Circle 可以对数据库进行一些操作 那么这里也是一个典型的Circle语法 但是除了这以外 Circle语言其实非常的多 它本身的这个功能很强大 也有很多的这个语法很多的功能在里面 那么我们后面会逐渐的学习到这些语法 但是这些语法主要分了四个大类 按照它的功能不同分为了四个大类 分别是DDL DML DCL和TCL 当然还有些这个可能其他资料上讲还有别的 那么这个我们反复的去斟酌了一下 查了很多资料 基本上这几个分类是提的最多的 所以说我们就只给大家列了这几个分类 其实我们真正去用的时候 去讲的时候也讲不了这么多 DDL我们叫做数据定义语言 那么这个DDL类的这些语句 主要就是用来去对我们数据库本身 进行一些操作修改的 DML就是我们叫做数据库维护语言 那么比如说从一个表格当中去获取数据 插入一些数据 更新一些数据等等 那么是属于DML 我们创建一个数据库 创建一个表格 删除一个数据库 删除一个表格 重命名一个表格等等 这些都属于数据库定义 这些是DDL是用来定义我们数据库结构的 DML主要是用来操作我们数据库的内容的 那么还有DCL 我们叫做数据控制语言 数据控制语言 那么DCL主要是用来去控制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一些权限的 还有就是这个跟事物相关的一些语言 这个就是比较新的了 那么数据库有些高级的数据库我们需要去用到它的一些事物特性 那么这个我们在后面的高级课程当中会给大家去介绍 那么在后面的课程当中我们会给大家讲解的就是 这里我们前三类的语言 DDL DML和DCL 比如说Creator 比如说Alter 比如说Drop Rename Select Insert Update Delete Grant Revoke 等等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数据库操作当中日常用的最多的 也是我们后面要给大家讲的 也是几乎在所有的数据库软件里面都通用的语法 OK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这个Circle语句的一些这个基本的一些知识 那么包括Circle的一个这个什么是Circle语言 Circle语言的功能 包括Circle语言的一个分类 那么下节课我就给大家去从最基础的这个Circle语法开始 那么逐一的给大家去做讲解 OK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